來 我們一起來讀 以賽亞書62章2到5節 我們一起來讀 耶路撒冷啊 列國必看見你的公義 列王必看見你的榮耀 耶和華必親口賜給你一個新名字 你必成為耶和華手中的華冠 你上帝手上的榮冕 你不再被稱為棄父 你的土地不再被稱為荒涼之地 你要被稱為主所喜悅的 你的土地要被稱為有夫之父 因為耶和華必喜愛你 做你土地的丈夫 你的人民必娶你 好像少男娶少女 上帝必喜愛你 如同新郎喜愛新娘 我預備這個訊息已經好一陣子了 剛好我昨天也去到我們一位服侍同工 汪凱爾的婚禮 然後去為他祝福 然後來服侍 然後呢我覺得昨天那個婚禮的畫面 讓我又想起這個訊息 為什麼我要來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我期待大家今天 也可以透過這個分享 來真實的重新建立跟神的親密關係 讓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上帝我謝謝你 今天的話語不只是要浇灌在這個地方 也要浇灌在Hop Nation每個人的家中 不管他們在什麼境況 不管他們的信仰 在跟隨你的哪一個時刻 求主啊我們都要說 我們今天來放下我們自己 要來重新的更多的認識你 求主幫助我們謙卑柔軟 來聆聽你的帶領 求主來幫助我們 可以來被你觸摸 讓你可以更多的擁有我們 感謝讚美主這個禱告 是奉主的名求 Amen 大家請坐 請坐 時間過得非常快 大概在下個禮拜 我就要進到了所謂的第三孕期 雖然我也不知道搞得清楚是什麼 因為我是第一胎 但是呢中間就開始有很多 有經驗的媽媽們跑來跟我說 接下來會很可怕 很重 你的骨頭會很痛 然後呢這邊有兩條韌帶 會每天這樣拉橡皮筋一樣的抽痛 然後你會睡不著 你會胃痠 你會跟媽媽 你會這樣被恐嚇一樣 但必須老實講喔 其實還沒到下禮拜 我在前一個月 就已經經歷這所有的不舒服了 然後呢 我在這兩個月一直耳鳴 一直到現在其實我還是耳鳴 所以呢 我每天晚上呢 很痛苦睡不著 一直跑廁所的時候 我就看著隔壁的那一個 我的先生 他睡得可香耶 而且還會 不知道在吃什麼美食 我就會有一種握緊拳頭 但是默默下床 然後可能去吃個東西 或是去上完廁所回來 有的時候我在辦公室呢 那個耳鳴的聲音太大聲 我根本就聽不到 大家開會的聲音 然後呢 在人群大家很興奮 然後在那邊 對對對 YES 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那時候 我也會跟夜晚的那個時刻一樣 有一種特別孤單的感覺 我那時候就會有一個聲音是 好像只有我在乎這件事情耶 別人根本就不了解這有多不舒服 別人根本就不知道 腳一直抽筋半夜 驚醒的感受 別人也不知道 我在開會的時候 根本就是 那種台語叫什麼 啊 聽 雷 我也 對 對 對 鴨子聽雷一樣 我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我根本就聽不到 Postor Steven在講話 然後我也根本不知道 Postor Steven在高興什麼 然後我就特別覺得孤單 所以這種時刻呢 不管是夜晚還是白天 我這一陣子喔 真的不得不說 很常會有一個 很像受害者的 這樣子的一個聲音就是 有人在乎我嗎 到底有人在乎我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也許你不需要懷孕 也可以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我不是要大家說 欸 今天就來當個受害者吧 只是不得不說 我們有時候在一些處境當中 特別覺得孤單耶 所以今天我的講題 請你告訴你隔壁的人 今天沒關係 可以認真的 悲情一點 委屈一點 對你隔壁的人說 有人在乎我嗎 有人在乎我嗎 有的時候也只是想要打電話 跟你的朋友抒發一下 說一說這幾天遇到的事情 覺得很不公義 很不合理 但是當對方沒有馬上回訊息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有一個聲音是 也許只有我在乎 他根本沒那麼在乎 所以就趕快趁著他還沒有讀 有沒有 現在LINE上面都會寫未讀 趕快收回 有收回過的請給我點點頭 收回這個功能有人覺得太好用了 但也有人覺得很困擾 欸 沒有讀還好我還來得及收回喔 更可怕是他讀了 但他沒有回 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嗎 欸 他讀了 沒有回 就在那等待的那幾秒鐘 你心裡就會七上八下了對不對 覺得很忐忑 覺得我是不是給他造成麻煩了 欸我是不是很煩人啊 想來想去之後呢 來不及收回 只好回一句 沒事 不用回我 你去忙吧 沒事 不用回我 趕快掩蓋這個情緒 然後呢 趕快離開事故現場 剛做沒事一樣 我持續優雅就好了 我們都會有這種 很害怕打擾別人 很怕麻煩別人 不敢把自己的孤單 孤獨 去跟別人分享的時刻 就好像五月天有一首歌 叫做溫柔 有聽過吧 會唱的請跟我唱 不知道 不明瞭 不想要 為什麼 我的心 最後這句是經典 明明是想靠近 卻孤單到黎明 卻孤單到黎明 就像我半夜覺得我先生 放我一個人孤單到黎明 明明就想要去求救 我再舉一個例子喔 可能今天聚會結束 天氣還很好 而且最近沒那麼熱了 然後呢 你就想說 大家有要約什麼嗎 可是好像也沒有什麼局 我就乾脆回家洗個澡休息 打開手機滑一下IG 為什麼每個人的動態都在同一個飯局 怎麼沒有我 為什麼我不知道有這個局 原來是大家都約去吃飯了 可是只有你沒被約 這時候又想要唱那首歌了 不打擾是我的溫柔 因為你很想問 但是又不好意思問 他問了之後就說 蛤 要約你嗎 Ouch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讀了這節經文 其中有一段說到說 你不再被稱為欺負 你的土地不再被稱為荒涼之地 為什麼以賽亞呢 要特別在這裡說呢 其實他在說的是 我們內心裡面那個很深 很不舒服的感受 就是被拋棄 或者是很孤獨 被蠟下 不被選擇的感覺 這種感覺非常非常的難受 而這種感覺其實不是邪惡的 因為上帝造我們是群居的動物 如果大家有來過我們的Belong 我看這裡應該很多人都來參與過 我們會講到其實 上帝創造人類是需要連結的 你是裡面有一個連結的渴望 有一個連結在你裡面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自古以來呢 在創世紀上帝就說 亞當一個人獨居不好 所以我要創造夏娃來陪他 對不對 跟他一起 那我們都知道 人類繼續要發展 要生養眾多 必須要怎樣 有食物 要建造房屋 要有管理制度 這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創造的 甚至我要說今天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還有在線上收看的Hope Nation 你不可能一個人細胞分裂就被生出來 你一定要有爸爸媽媽的相愛才可以生出來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獨立生活的 我們被創造是需要跟人連結才生存得下去 但是其實我如果要另外提到一個生存機制就是飢餓感 可能現在十一點半的大家最容易感受到 對不對 如果你很餓 可是不吃不喝的話 你可能生命的能量會慢慢的降低 對不對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樣 當你覺得孤單沒有連結的時候 一模一樣 你的生命的能量會慢慢的降低 可是飢餓其實還滿好解決的 趕快等一下結束就去吃一下 但是孤單的感覺好難解決喔 因為那個感覺最不舒服的就是 有一大塊是我無能為力的 是我無能為力的 我也想去那個飯局啊 可是他們沒約我嘛 我不能控制嘛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群體當中沒有被看見 沒有聽見的感覺特別難解決 我們就會產生自己一種不被重視 不被看見得不到接納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人不得不說 在孤獨的時候 很容易對人有一個錯誤的誤解 怎麼說呢 可能今天早上我來到教會 看到Pastor Gracie 我興高采烈的 想要過去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就走過去了 她一定不喜歡我 上次不知道說了什麼 可能我昨天跟女朋友出去玩 然後問她要吃什麼 要麥當勞還是披薩 不知道是因為她不喜歡吃美式還是怎樣 她就一直抱著胸 她一定很不喜歡我吃食物的口味 可能是今天一句話在開會的時候 Pastor Steven說我不覺得是這樣 她就沒有對Pastor 莎莎這樣講 只對我說 她跟我有什麼醜吧 我們就會有這種錯誤的解讀 一直覺得別人在攻擊我 然後我就需要鋼強壯膽 錯誤的運用盛金 我們就要去防禦別人 在別人拒絕我之前先拒絕我 所以在那個人以毒卻不回我的時候 我要先說 沒事不用回我了 我要拿回這個主導權 我不要再被決定 我被拒絕前先拒絕你了 I'm fine 我們常常就會有這種感覺 是我主動不要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越常拒絕你的朋友 越常拒絕你的另外一半 越常拒絕你的家人 久而久之他們就不會找你了 因為我每次約你你都說 沒關係 我在家很好 對吧 每次要問你要不要吃午餐 你就說沒關係 我自己有帶便當 每次跟你打招呼的時候 因為你害怕他不是在跟我 還是在跟別人 你也自己走過去 你越常拒絕別人 你就越孤獨 到最後 真的沒有人來過問你的生活 你就覺得你被拋棄了 你被丟下了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人呢 接著就開始不去小組了 有的人就開始不跟人家約 Hang out 看到很有興趣的東西也不想回 甚至到最後來到教會 聽到我們的Home Team說 Welcome Home 你都會覺得滿不舒服的 所以剛剛在這個經文 我們提到的那一句經文呢 其實是在以賽亞書的62章裡面 整個以賽亞書呢其實它裡面有幾個重點 它有指責出以色列人的罪惡 在以賽亞書呢 它也預言了耶穌基督的誕生 以賽亞書其實像是一個歷史書一樣 你可以看到一些歷史事件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以賽亞書裡面也同時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盼望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一開始讀到的經文 在以賽亞書62章第二節 這裡說耶路撒冷啊 列國必看見你的公義 列王必看見你的榮耀 耶和華必親口賜你一個新名字 我們裡面可能會有覺得不被在乎 不被看中 不被選擇 但是神在這裡很奇妙 祂說要解決這件事情還不難 我賜給你一個新名字 欸好奇怪喔 為什麼吃一個新名字這件事情就會改變 現在的人會改名字啊 很有可能是一些很荒謬的原因 為什麼我說荒謬喔 大家知道嗎 在美國如果你把你的名字改成Subway 你可能會被抽中 一輩子吃Subway不用錢 所以真的有人去改成自己的名字 叫做Subway舟 那前陣子台灣是不是有一個壽司店 你可以改自己的名字叫鮭魚 然後就發現有人發現沒辦法改回來了 一輩子都要叫周鮭魚 但是是很荒謬的改名字 但是其實大家最熟知改名字的原因 有可能是在婚姻當中冠夫姓 有可能原本我姓林 我叫林一柔 那我嫁給姓周的先生 我改名叫周一柔這樣子 對不對 大家可能知道 在國外或是我們的長輩們 比較有多這種情況 所以其實還有的話也有可能 就是有些人在過去或者是民間的信仰 覺得改名字是改運等等的 但其實事實上對於以色列人 還有那時候的猶太文化 改名字不是這麼的荒謬隨便簡單的事情 在猶太人的文化當中呢 名字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在聖經裡面看到很多人說 他叫什麼名字 後面會有一個誇號註解說 這個是神聽見了 或是神明白等等的 神沒有忘記 所以其實名字是代表著你的個性 你的背景 你的地位 甚至是你的未來喔 所以那個時代呢 如果有要改名字 其實代表著一個重大事情要發生 這個重大的事情就是 你的身份要被改變 亞伯拉罕之前叫做 亞伯蘭 亞伯蘭的意思是被高舉的父 就是崇高的父 很棒啊 一個父親被尊重被高舉 但是神卻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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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只要成為你的小孩被高舉的父 你要成為萬國之父 所以你要從亞伯蘭變成亞伯拉罕 使徒彼得呢 他以前叫西門 如果你在聖經會看到 Peter常常會講一些奇怪 很不經大腦的話 甚至有的時候好像有點 輕挑輕服的 但是呢 神卻說你再也不要叫西門 你要改名字叫基法 基法意思就是彼得 彼得他的原意是磐石 所以在最後 使徒彼得成為了初代教會 非常穩定而且重要的力量 所以其實名字的改變 就等於身份的轉換 神在這一節經文 他說自己的名字 是因為你不再被過去定義 他不想要你覺得 你仍然是那個被拋棄的 被不要的 所以他先預告你一件事情 來 我幫你改名字 這個名字 其實不是真的要把你們改成別的名字 譬如說gracy不會變成grace 你懂我意思吧 而是一個身份的轉換 所以神在這裡說的第三節 你必成為耶和華手中的華冠 你上帝手上的榮冕 所以他不只是說我要幫你改名字 改完名字之後 你會成為怎樣子的一個器皿 他也很清楚的講 華冠是什麼 我有一次呢 在大學我第一次到英國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去參觀那個博物館 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在排隊 排一兩個小時去看女王的皇冠 是列國 不是光刻而已喔 是列國 蘇人都很想爭先恐後來看這個榮耀 而且如果這麼貴重的王冠 你應該不會只是這樣拎著吧 像走時尚王位一樣 也不會這樣子吧 你會怎麼樣去拿這個王冠 雙手捧上 敬畏的 雙手捧上 所以神說我給你一個新的身分 這個身分是我用雙手捧上的 而這個身分是列國都要來看見的 這個身分是有光芒的 是榮耀的 所以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不管你過去經歷了什麼 你可能總是被定義某一個形象 某一個樣子 可能有人說過你不夠有資格 可能有人說過你不配成為我們的朋友 可能有人說過你不夠不值得被愛 甚至因為你自己的環境 你不小心給自己一些定義 我聽說有一些媽媽生完孩子 因為一個人面對帶小孩的辛苦 很容易就會掉入一個憂鬱的狀況 是我沒有人在乎 我被丟下了 因為我每天好像沒有在跟成人講話 我就捏捏 嗯嗯 嗯嗯了嗎 就是這種對話 所以他不知不覺就覺得 好像被世界隔離了 不被在乎 可是神今天卻要用這些經文來告訴你 你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了 你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了 你有一個全新的身分 而這個身分來自於 他對你生命的重新命命 所以不只是這樣子喔 我們來繼續看到下面的經文 剛剛讀到62章第四節 這裡說 你不再被稱為棄父 你的土地不再被稱為荒涼之地 你要被稱為主所喜悅的 你的土地要被稱為有夫之父 因為耶和華被喜愛你 做你土地的丈夫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吧 他先說我要給你一個新名字 這個新名字代表的是什麼 接下來他很清楚的說 你過去被叫什麼 現在我幫你改成什麼 你過去被叫A 現在我要幫你改成B 你過去被叫做棄父 不管你是不是男生女生 請把這個婦人的這個婦拿掉 因為在英文他其實沒有講棄父 英文的翻譯只有講被拋棄的 我們來想一下被拋棄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不被要對不對 懊悔 然後呢 不甘心 對不對 很受傷的感覺耶 好像我哪裡做不好一樣 而被拋棄的人會有什麼反應 會想要更努力 因為我要證明我是值得的 甚至他可能會去追討那一個拋棄你的人說 再看看我一次 再把我帶回去一次 我是值得的 你看錯了 你再看一次 這一次我要變得更漂亮了 這一次我要變得更有錢了 這一次我要變得更有成就了 所以我們就很用力很用力來證明我們自己的價值 好讓這些人來後悔他們的決定 我不是那一個被選擇的 我值得 可是在這裡呢 神卻說很奇妙一件事情 你不再被稱為欺負 然後我們看到第三句這裡說 你要被稱為主所喜悅的 欸這跟被拋棄的概念不太一樣喔 被拋棄就是因為我不被喜悅所以被拋棄 所以神在這裡做一個更改名字就是 你不再是那一個不被喜悅的 你是被我喜悅的 你是身上有我的印記的 你是榮耀的 更是我要說你是被我追求的 被拋棄人有時候是想我要自己追回來 主說沒有沒有沒有我來追你 我愛慕你 我選擇你 我喜歡你 我要把你追回來 我要期待跟你的關係 所以呢 這裡主所喜悅的呢 原文呢 叫做Hapsiba 其實就在講是 你被喜悅 就好像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 父母所喜悅的那樣的一個心情 其實世界上總是會教你一些方式 就是你要夠厲害 夠值得才能值得被愛被擁有 但是福音在講什麼 福音在說 當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當我們還在誤會破碎當中的時候 耶穌基督早就已經迫不及待的 要擁你入懷了 這就是跟世界完全不一樣的方程式 耶穌是渴慕你來到他的殿中 我們今天沒有一個人是靠我們自己 你可能會想 是啊 是我Google了HOPE的地址來到這的 但我要說是耶穌基督親自吸引你來的 他追求你來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 對啊 是啊 是我打開YouTube 他就推播我這個直播我就看了 但你會繼續留在這個直播 是主的話語親自吸引你來的 所以他愛你 他在追你耶 我是說的不是只是女生喔 男生也是耶 神好愛你 努力的在追求你 不管你是好還是壞 不管你是成功還是失敗的 所以經文又說到你的土地原本是荒涼的 荒涼呢 大家如果可以想像同一詞 我去查了一下就是什麼蕭條啊 沒有人的曠野啊 罰人問津 雜草重生 也就是說土地這件事情對我們人生是重要的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 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產業是罰人問津的 別人不在乎的 我問這場的所有的男生 如果你今天工作表現 尽到自己的責任 老闆眼看都不看 你會不會很受傷 對吧 你會覺得我做那麼努力要幹什麼 對不對 或者是剛剛講追女生來講 你每天買花買咖啡那個女生 連一句話都不想跟你說 你一定覺得 哇 我好不值得啊 我好不舒服啊 所以呢 有的時候呢 當我們土地是荒涼的 跟剛剛一樣被拋棄的人 會有一模一樣的反應 想要更用力 更證明 然後呢 甚至有些人會不小心 妥協了你過去不會妥協的事情 為了讓我的土地看起來有價值 所以呢 我在這裡 用了很多很不好的方法 讓這裡的房價變高 有這種事情聽過吧 你知道嗎 美國或是加拿大有一些地區 飛機是不能過去的 因為有錢人怕說太吵了的話 會降低這個房價 我們一樣 如果我們希望被看見的那個 渴望證明的那個心喔 有的時候會讓我們不小心犧牲了 我們正直跟清潔的心 有時候會不小心妥協了我們的善良 直到最後這邊土地 其實也就是你的靈就會慢慢走路死亡 可是上帝在這裡卻託證明說 你的土地不再是荒涼的 而是有夫之父 Bula Bula意思就是已婚的 有夫之父意思就是有歸屬的人 有歸屬的人 所以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個土地要賣 什麼人都不要買 然後呢 所有人都經過房仲還說 你算了啦自己住啊 爛死了沒有人要買 可是呢 神在這裡說 No 我要把這個土地名字改成有歸屬的 已經被擁有了 你不要再自己到處求壽了你 你不要再自己到處銷售 自己想辦法去賣東西 好像還把自己賣掉一樣 神說你已經屬於我了 你是有歸屬的 所以你不再是周小姐而是周太太了 已婚的有歸屬的就是這樣 這在講的不是只是一個女人變婦人 也不是在講一個男人變先生 在講的就是一個名分 你有一個名分 所以我在講這個經文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想 要怎麼樣讓我們在場的男生可以了解 神渴望你成為他的新娘 神渴望你成為他的新娘 我覺得女生可以還滿容易relate 可能 我今天就特意穿著白衫 白色衣服 或者是想像那個畫面 然後呢 Pinterest全部選一選就有 可是男生通常不會去選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要幫助所有的男生去理解 今天拿掉這個性別 我們在場的男生有多少次 如果你的生命沒有上帝 有多少人告訴你說 你給我負起這個責任 只有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能哭 你不能脆弱 你不能倒 你給我想辦法 你是男子漢 有多少次世界一直告訴你 這所有的失敗 你自己承擔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那個billet 就是你是被擁有的 神說我跟你同在 神說我跟你共富一二 你的土地長不出東西 我跟你一起栽種 你是我的兄弟 我與你一起 我挺你 我挺你到底 所以我們不管在場 我們是什麼性別 我們都要知道 從創世紀到啟示錄 神都一直在啟示 我們是他的新娘 我們是他的新娘 因為他不想要 只有你一個人面對 他不想要 只有你一個人耕耘 卻沒有結果 他希望你是被追求 被愛慕的 也因此呢 我們再看一次 剛剛的62章第四節 我想大家這一次 來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把這整節經文 總共有六句話 對吧 應該很明顯 有一個逗點就是一句話 好不好 這裡只有 對對六句話 抱歉 因為字太大 我們來重組一下 這段經文的六個句子 好不好 很簡單 大家跟著我來 一三五是一句 二四六是一句 所以呢 這邊說你原本是個氣婦 但你不再被稱呼這個名字了 神要給一個新名字叫做 被煮喜悅的 而且呢 被煮喜悅的人 會得到什麼呢 耶和華必喜愛你 所以我們一起來念一下這一整句 你不再被稱為欺負 你要被稱為主所喜悅的 因為耶和華必喜愛你 同樣的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這裡說你土地原本是荒涼 貧瘠 蕭條的 但是神再一次幫你的土地 也就是你的生命 重新改寫的名字 給你一個新的身份 你不再是荒涼之地 你的土地不再被稱為荒涼之地 第二句來說 你的土地要被稱為有夫之父 有歸屬的 最後他說 我要做你土地的丈夫 在創世紀裡面 一夫一妻 其實就是聖經最出現 最初出現的那兩個人 這種兩人合為為一 你單純的親密 其實就在講的是一種蒙約 它就在預表我們今天得救的人 跟基督之間的關係 我進入婚姻之後 在這兩年 其實幫助我更多的去理解 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 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還是單身 或是有的人並沒有結婚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 若可以了解蒙約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更坦然無懼的 來到他的詩恩寶座 我們就可以看見 我們是被擁有的 我們就可以擺脫這種被拋棄 孤單 這樣子的一個無能為力 所以呢 這個夫妻關係 其實在講的是什麼呢 不是上對下老闆對員工 也不是我是君王 你是奴役 而是我屬於你 你屬於我 我是萬君之夜和華 但是我仍然願意做你的另外一半 我願意在這段關係 有我也有你的參與 我們的上帝不是一個 跋扈的一個 惡君 暴君 他說你今天來認識主 全部你的人生就是我做主 他今天說我跟你立這個關係 是我們兩個同樣有份量的 來經營這個盟約 所以仔細想想 哇天哪 我是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啊 你知道你今天有一個超強的盟約關係 就是跟你立盟約的人無敵強大耶 他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耶 可是他說他挺你 他幫你解決一些事情 他為你付上代價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今天在這裡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合為一體 就是在講的一個很重要 我們跟基督的關係 就是我單單屬於他 這是一個專注 離開父母 就是我不是這部分 百分之八十屬於基督 百分之二十屬於我爸媽 二人合為一體 但不只是你屬於他 耶穌也說我單單屬於你 我全然為你 我單單屬於你 所以成為上帝的新婦 成為上帝的新娘 就在講的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是新娘 不是老夫老妻呢 我昨天在婚禮當中 我最不想 其實我那時候非常妙急喔 因為我就是要跑很多次 廁所的人現在 但是就在那一刻 我知道我絕對不能離開 因為我最喜歡的一幕要來了 就是當新郎在祭壇前面 然後望向紅毯的另外一方 等著那個新娘進場 我每一次都不想錯過這個 這個畫面 就是因為那個新郎 他真的是用盡他所有的代價 等候這個美麗的新娘出現在那 這個新郎是如此的深情 如此的期待 如此的忐忑 如此的不安 神在追求我們的時候也是這樣耶 他不是說 我今天要Bobby來信主 我就是手指一點 他就應該來信主 神在你的生命 就像那個新郎一樣 深情的看著你 深怕錯過你 等候著你 迫不及待 看見你走向他 他希望在這一輩子 你都做他的新娘 因為他想要一輩子 都用這種眼神來看你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其實神在告訴我們 新娘每一個人是被檢選的 新娘我們每一個人是被追求的 新娘是被接納的 新娘是被愛慕的 而新娘通常都是裝扮得很漂亮 頭髮服裝都得以 新娘是美麗的 他看你是美麗的 你不再是一個人了 你是屬於神的 你是有名分的 也是被湧在懷裡的 有好多次我在自己很挫折 跟覺得自己很失敗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是每一天都會發生的啦 真的 我們每一天都有很多時候 都是軟弱跟脆弱跟無力的 我可以感覺到 是我的新郎在我身邊擦我的眼淚 告訴我說沒有關係 你可以做得更好 在我每一次覺得自己不配的 不值得 或是有時候也覺得別人不愛我的時候 我的新郎捧著我的臉頰 告訴我說 因為我愛你啊 我在看著你 你是我眼中的同仁 生命記三十一章第八節 剛好 剛剛 帕斯斯芸推薦大家一起讀經 我們最近就在生命記 今天是第十七號 所以是生命記的十七章 我們在生命記裡面看到這句經文說 往後 bears 把屁股出來 將人們的兇頌 不再 concise 甚至有時候你會有更多的譴責 是我都已經信主這麼多年了 我怎麼還有這種感覺 我都是小組長了 我怎麼有的時候還覺得 好難踏進小組 不覺得這小組 有歸屬感 可是今天 透過這個經文 你的新郎在告訴你 他愛你 而且愛你到底 面對這個愛你的人 你不用跟過去一樣 趕快說 沒事不用回我 你不用跟過去一樣 因為他有可能拒絕你 你要想一些方法來防備 這個拒絕傷害你 因為他說 他不會撇下你 也不會理解你 這個誓言跟別人不一樣 跟那個讓你失望的父母不一樣 跟那個害你難受孤單的 前男友前女友不一樣 跟那個背叛你說你壞話 重傷你的閨蜜 不一樣 他是你的頭 新郎意思就是他要在這段關係 持續的帶領你 而且你永遠看得見他的腳步 你永遠可以跟隨著他 而他說選擇了你就不後悔 不管你有沒有結婚 其實今天我相信有的人 如果仔細想想 哇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真的很挑戰耶 因為連我們 當時要信主的時候 一定也有經過一番波折 我說真的 我那時候有很多人 來跟我傳福音 有一次最誇張 我剛剛九點半講錯 其實是一個禮拜內 有四個人跟我傳福音 當時我的爸爸還有我的外婆過世 我在一個極度悲傷 而且又要同時舉辦這所有的喪禮告別 是這一切麻煩的事情 真實的每一天都會有個聲音就是 有人在乎我現在的狀況嗎 我還要工作耶 我還要生活 可是我的悲傷卻沒有辦法停止的時候 有一天有一個阿桑坐在我隔壁 就說你聽過耶穌嗎 隔天就有人說你要不要去教會 那個禮拜又有人跟我一個福音單章 所以我一個禮拜有四個人跟我傳福音 但是我告訴你我都沒有去教會 我都沒有去 因為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一個人過得好好的我要去 隔了一年我才踏進教會 隔了一年我才認識這位主 所以其實不得不說 你會有一些忐忑跟害怕想說 哇要進入這個關係 其實有點恐怖耶 因為這是一個永恆的關係 可是你換一個角度想 跟你立約的人比你還強大 比你還有能力 他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但他選擇跟你立約 他在這個盟約的事情 其實是要付上更大的代價 甚至丈夫是要為妻子捨命的 所以耶穌其實在這段關係 他在你還在媽媽肚子的時候 就做一個決定 也就是 就是無論生老病死 我還是要愛你 無論貧窮還是富貴 我還是要愛你 無論你是不是會打呼 還是半夜說夢話又踢我 我還是要愛你 無論你是不是嘴巴很壞 每次跟我講話都很重傷我 我還是要愛你 無論你是不是常常忘記我這麼愛你 我還是要愛你 我還是要愛你 我剛剛說到我曾經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去認識神 是因為那時候 我在信主的時候才30出頭 我的能力是最強的時候 我有最高的績效 然後我的社交活動是最豐富的時候 我有很多人的連結 然後那時候就是生活過得非常豐富 每天晚上都是一拖接一拖 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局 然後有很多很豐盛很好玩的事情 在我生命發生 我一個人 然後我要出國就出國 我可以一天到晚因為我的工作 然後我就可以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讓別人覺得我的生命真的好精彩 所以那時候我認識耶穌的時候 我一直抓著我過去所建立的 我覺得我為什麼要放下這一些 我為什麼要放下一個自己可以搞定 可以處理的生命 要跟一個人 甚至一位神 因為我看不見的神 來進入到一個永恆的關係 我自己一個人很好啊 再次講我可以處理 在別人拒絕我之前 我可以拒絕別人 我有主導權的 但是很奇妙喔 那時候我開始信主之後 有一天 我在禱告當中看到我拿到一束花 結果隔天 就有人真的送我那束花 有一天我在禱告的時候 那時候看見我穿著洋裝 跟耶穌在跳舞 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超沒產值的 生命就是要有效率 要有績效 要有結果 為什麼要跳舞 隔天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在禱告的時候 看見你跟耶穌穿著洋裝 在山頂跳舞 你很快樂 你很滿足 我在很多個夜晚 沒有辦法言喻 我面對失敗 面對拒絕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 處理的時候 我看見我的神 親自的在我生命中 在我身邊陪伴我 在一手靜脈當中安慰我 在我沒有辦法說出 禱告文的時候 我覺得被包圍 我明白我的生命 如果只靠我一個人 是沒有辦法成就的 我明白我的生命 是不可能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堅持下去的 他在我的身邊 在我的困境 這個深情的新郎 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他非常溫柔 從來也沒有拒絕過我 所以從我決定 跟隨耶穌的那一天 我的人生全部都改寫了 我發現 其實我有的 原來都不是靠我自己 正來的 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講到 不是因為我有口才我有能力 是因著耶穌基督保寫的恩典 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我今天可以因為懷孕 為了要成一個媽媽 不是因為我從出生 就讀了很多媽媽手冊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恩典 我今天可以有這個身分 甚至我要說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今天你會來到台灣 你今天會參與在這裡 開始有一群很棒的朋友 開始在服事當中 找到生命的意義 都不是因為你很有能力 你很用力 所以有的 是因為耶穌愛你 祂知道你需要什麼 你的新郎最了解你 所以祂愛你 給你這一切的豐盛 祂要你跟祂一起 來成就這個關係 所以有一次我在認水神的時候 我發現神說 哇 Juny我看妳 就像是路邊的一朵花 我想像的花 可能是杜鵑蛙 或是多麼美麗的花 結果祂說 我看妳 就像路邊的一朵 蒲公英 蒲公英耶 很小 很脆弱 蒲公英耶 霧霧的連個花朵都看不到 可是神卻說 對 妳不起言 可是妳會跟蒲公英一樣 從我對妳說的話語 去向世人傳播我的愛 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 蒲公英不可能靠自己去傳播這個種子 是因著上帝的氣息 因著這聖靈的風 今天有辦法飛翔 有辦法撒種 有辦法在各個地方 讓更多人見證生的愛 這是我的故事 但是那是妳呢 神怎麼看妳的呢 神怎麼愛慕妳的呢 但我們今天來到神的面前 我想要邀請大家從座位上站起來 我不再是我 我是祂的新娘 我不用站在spotlight 我也很漂亮 我不用很艷麗 所以我也被看中 我不用再增加自己的條件 來掩蓋我過去生命的破碎跟傷痛 她已經淡淡的愛我了 我不用證明她就決定愛我了 可能我們當中有的人會覺得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愛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愛 我認識的愛都是有條件的 而這個無條件的愛 我不覺得我配得 我不相信耶穌會跟我這樣子的人來立盟約 我不相信祂是為了我 祂可以為別人 祂不一定會為我 一定不是我 但是我想要帶大家來看一段經文 在希伯來書 第十二章第二節 這位定睛仰望 為我們的信心 創始成中的耶穌 祂為了擺在前面的喜樂 如今 愛我們的神 祂要上十字架 祂被羞辱 被鞭打 被吐口水 被釘在十字架 可是祂說為了愛你 為了可以娶到你 為了要做你的新郎 希望這份喜樂 我可以親看這個羞辱 我可以親看上十字架的痛苦 我可以去銷毀這個幻想 想像那個痛苦 只為了可以更多想像 跟你在一起的快樂 這個喜樂 所以祂說 祂為了擺在前面的喜樂 祂就親看了這個羞辱 而且祂也忍受了這個十字架的痛苦 因為就是祂決定了要來愛你 祂要來檢選你 祂要等候你 今天成為祂的新娘 因為你已經夠好了 好到一個人 可以為你犧牲祂的生命 因為你已經足夠了 好到祂今天上了十字架 只為了給你一個名分 因為你已經夠好了 所以祂說祂上了十字架 是為了讓你可以被歸屬 被擁有 你是有父之父 你是在最後一節這裡說的 上帝必喜愛你 如同新郎喜愛新娘 上帝祂喜愛你 如同新郎喜愛新娘 身為新娘的我們 不要再靠自己追求了 不要再靠自己追求了 這裡說的 新郎是主動的那一方 他會主動來追求你 他會帶你回家 曾經你瞎眼 如今還有你看見 曾經你思上 如今你要被尋回 因為是新郎喜愛新娘 因為是新郎 take action 是新郎他來檢選 新郎他來追求你 新郎他要來供應你 他要給你一個安全的關係 都是他 都是他 是他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只是等著來被他尋回 被他愛 所以今天我想要問 在場的所有的人 當你站在紅毯的那一方 你是否可以跟 這位愛我們的新郎 對他說 Yes I do 我願意 Yes I do 我願意 這是一個全新的身份 你不再是孤單被拋棄的 今天還要給你一個新的名字 是有夫之父 是他所喜悅的新娘 如果你願意的話 現在可以來到我們的台前 讓我們的領袖來為你祷告 如果你願意的話 問你今天經歷什麼 你說我願意 Yes I do 我願意更多 因為你看我為美好 來到台前 他愛的 他選擇你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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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你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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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你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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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你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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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你 我属祢 祢属我 永不分離 我属祢 祢属我 永不分離 我被祢擁有的 而主要不要說 祢也屬於我們的 我属祢 祢属我 我不再是孤單的 我是被祢在乎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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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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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全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我今天要為我們當中有一些人來禱告 可能過去 你很難買單 自己 是屬於神的 因為有一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完全的放下 因為你覺得你要有一個保護網 你要有一個防禦機制 所以你不會掉落 所以你不會失敗 所以你不會被世界遺棄 如果說的是你 不管你在台前還是在線上 我想要邀請你把手按在你的心上 我特別要來為你禱告 我們要來挪去這個恐懼 甚至我們當中有的人 是被神呼召要去到一個地方 或者是要開始成為領袖 有人是被神呼召要開始踏入下一個季節 可是你覺得這不夠安全 這不夠縱密 不夠完全的計畫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回應 你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你覺得非常的快樂 我禱告今天有的人要經歷這個突破 我禱告有的人今天要看重自己的身分 你已經被愛 你已經被拣選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賴到你的面前 我們為線上的HOME Nation 有的人來禱告還有我們現場的家人 這些按守在心上的每個人 主啊他們都是你的寶貝 不管他們的年紀 不管他們的性別 不管他們的背景是什麼 主啊每一個人在你眼中都是那值得的 都是那個唯一的角色 所有在場的賓客都不重要 因為你看他們 如同那個紅毯那一段唯一的焦點 既美麗又漂亮 既美麗又有力量 所以主為主我們今天要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宣告 我們是你的玫瑰 是你的百合花 是被你來創造的 我們宣告我們的身分來自於你 我們是你手上的花冠 我們宣告再人不能的再神凡事都能 謝謝你謙選我們 你愛我們 感謝你 奉主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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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安靜在神面前 Amen Amen 我們再次來敬拜好嗎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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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確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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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確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祝天父謝謝祢 祢是聖節的神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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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謝謝祢愛我 祢是確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Hallelujah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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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確然美麗 所有榮耀歸祢 我想邀請所有的人都閉上你的眼睛 我知道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我知道在線上的Hope Nation 你今天剛好點開這個影片正在收看 我感覺到耶穌正在敲你的心門 我感覺到這位愛你的父神正在敲你的心門 祂還對你說 親愛的孩子 我知道你是孤單的 我知道你過去一直覺得沒有人在乎你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自責 很多的控告 你過去是非常破碎的 你過去是非常破碎的 但是今天 親愛的孩子我找到了你 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你過去從來沒有打開你的心 來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的神 來相信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的 現在是屬於你的時刻 當所有人都閉著眼睛的時候 當我數大三我要邀請你高舉你的手 我想要讓你知道這位神何等的愛你 這位神非常的愛你 祂愛你愛到一個地步 甚至願意為了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祂承擔了所有的刑罰 所有的羞辱 所有你的罪 是在世家上並在三天後從死裡復活 讓你經歷到這個復活的盼望跟生命 所以當我數到三 如果你今天願意打開你的心來相信耶穌 說耶穌你是我的救主的 你把你的手高高的舉起來 一 二 三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我看見你 我知道今天對你來說是重要的一天 我看見了你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好不好 當你繼續舉折的時候 我想要邀請你 還有我們所有的家人 我們一起來祷告 我們陪伴他們做這個 他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跟我祷告一句 親愛的天父 謝謝你這麼愛我 謝謝你這麼看重我 謝謝你願意為了我來到這個世上 你拆派你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 為了我的罪 為了我的罪 實在十字架上 實在十字架上 承擔了所有的羞辱 承擔了所有的羞辱 現在我要打開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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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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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我的心裡 進到我的心裡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相信 耶穌基督為我從死裡復活 耶穌基督為我從死裡復活 從今天開始 我的生命不再一樣 從今天開始 我是屬於耶穌的 我是屬於天父的 這是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我們一起大聲地來說Amen Amen Amen 我們把掌聲獻給耶穌 親愛的朋友 希望今天的講道 對你來說 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不要停在這裡 可以把這個影片 分享給你 覺得有需要的親朋好友 你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就不會 miss out 任何最新的影片 再來每個禮拜天 都可以邀請你 加入在我們 HOPENATION的一份子 一起在線上 加入我們的線上主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這個講道 對你有幫助的話 我想邀請你 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透過奉獻 可以點選奉獻這個鈕 加入在我們 The Hope的大家庭 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 把這樣的影片 這樣的講道 傳給更多 有需要的人 謝謝你慷慨的給予